兩張暴虐龍少女直接就氣牌了 OK 是 氣四張 直接扣對面白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魔人 今天回來就想講講這個氣牌的龍族組合 其實相當之CP值都叫做相當之高 而且是非常實用的 加上最近呢 有少少的變動 令到這個卡組更加好用 因為對著死靈 它的速攻組合 亦都發揮得更加好 因為以前的死靈的速攻是比較快的 那現在這個卡組對著死靈的問題亦都不大了 真的 都頗好用了 對了 那對著很多卡組亦都可以 這個卡組就可以快攻 也可以慢攻的 那靈魂卡組啊 靈魂卡片裏面 一定是風之君神的 這張卡是可以讓你磨完別人血之後 再做氣牌之後 可以直接輸出扣別人血的 這個卡組其實可以叫做一波流的 當你儲舊手牌 又或者加舊PP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一波就輸出大概 最少可以做到15血的傷害 對啦 那就非常之好用啦 那靈魂卡組就這一張 那大概是一萬左右的月曬 對啦 那個洪水就可以做到這個卡組出來的啦 那而最可以換到出去的卡 其實就是這一張逆龍騎士 那大概都不要破壞這個卡組 那比較好 對啦 那還有什麼是很重要呢 那玩的時候大概呢 這一隻暴躍龍的少女就不要亂出啦 儲舊三張之後 出的時候呢 就可以做回快速的輸出啦 那但是問題就 如果你單張單張出就好容易被人破壞 那這樣就破壞了整個卡組的連貫性 沒錯啦 那就還有什麼特別的呢 當玩這個卡組的時候呢 大概儲舊三張 或者兩張的暴躍龍少女 然後再用一張的暫生命運 就可以做個即時輸出到對面的角色的 即是直接傷害對面的角色的 那如果儲舊 幸好的話 一彎是絕對可以扣到20血的 對啦 那所以是一彎已經可以搞定的 對方的 那我們事不宜遲就玩一玩這個卡組先 好啦 那我們現在這個氣牌卡組就對一對主教先 對主教來說 非常之有信心的 對啦 那啊 逆龍騎士不需要的 風之軍神也是不需要 先換走他 迷你的哥布林 迷你哥布林其實是非常之重要的 這個哥布林法師的 對這個卡組來說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他可以拿回一個藥龍少女出來的 對啦 這樣開始其實放著龍之倫沒問題的 千萬不要浪費了一個1pp 好 看看對面先 那對面就還沒出牌啦 好 出了啦 那回兩血和這個 拿一張卡 看看先啊 龍之全定這個可以用了它先 令到我們可以拿一張龍之鬥氣的 對啦 非常之好用啊 龍之鬥氣可以加BP啊 那下一回合我們可以召一些藥龍少女出來 兼是可以召到一些 放了去 放了去 放在牆上的重者先啊 對啦 非常之好啊 那我們只需要 抽多一張氣牌 那我們就可以完成我們這個卡組的啦 的輸出的啦 好啦 看看先啊 好 對面仍然是繼續出這個 每當主戰者回復生命 就加1這樣啊 好 繼續召啦 那就龍之鬥氣 召多兩張卡看看是甚麼 OK 那暫時都是沒抽到想要的卡的 那但不是問題來啦 不是問題來的 因為 要儲的大概都已經做好了 對了 對啦 好 哇 回得非常之多血 接著加對面的弓啦 對啦 非常之好啊 對面的做法都 那但是就 都不是說大問題的 那我們今次召一隻巨龍 對啦 這個巨念龍騎士 進化啦 不要想啦 那就解決了對面那隻先 好 那就再召多一隻弱龍出來啦 那三隻弱龍基本上差不多就完成我們這個組合的啦 單一張掉卡就完成啦 好 那一會兒可以給大家看看啊 好 回到一血啊 看看先 風之軍神 OK 好,幸好抽不到,不然也太麻煩了 好,那現在來說呢 我們可以掉多兩張卡出去 因為太多卡去生成也不是一件好事 那抽多一張卡看看是什麼 龍之啟示 加我們的ANP 加我們的BP,不是ANP 好,那直接進化就把麵條交換 好,做回輸出 好 只需要等一張卡 現在只需要 如果那張卡來到就可以直接完場了 沒錯 好,對面就爆了我的 其實是非常之不錯的 爆了都 因為我剛剛是不夠位置放的 好啦,那現在來說呢 沒抽到的時候 我們就先放一隻易龍騎士 易龍騎士可以立刻做回輸出的 我們再出多一張巨龍騎士 因為覺醒了可以有疾走的功效 看到做回輸出 暫時未棄到牌 仍然都是不錯的 大家看到這個組合 即使不棄牌 也可以繼續做回輸出 非常之好 好 那對面放出這個聖女精德 好 好 那就看看 嘩,非常之高攻 呃,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好 暫時還未棄到牌 但是我們就可以直接完場了 對了 好啦 那我們就不如直接完場了 不需要棄牌 好 直接攻擊 OK 其實大家看到 就算棄不棄牌 這個卡組 也是非常之有 大的作用 沒錯 所以其實龍騎士 也不是說 我要很多傳說 才可以玩到 又或者是 玩龍騎士 我一定要很有 這個 很有歐洲的氣息 才可以玩到 不是說要很重的價值 可以玩到龍騎士 好 我們這次過來看看 是對著吸血鬼 OK 那我是先攻的 OK 一開始其實都抽到 不錯的卡 那就可以直接開始 那這一張 好,先去看看 那這一張 沙拉曼達的套式 是可以幫我們補命的 如果可以爆 爆能強化的話 所以都可以留 而我們有兩張 迷你哥布林 是非常之好 那當然啦 是拖不到東西出來的 基本上 要早的卡都有點了 那由下一回合可以開始 直接被人扣血 靠著自己 拿一張 暴躍的龍少女 暴躍的龍少女 好 應該會先攻我的人 魚無意外 對 開卡殺我 然後就 都是用狼打個人 很快的輸出 對面做過 好 那 都是迷你哥布林法師 拿多一張 暴躍的龍少女 對了 那就完蛋了 進化解禁 那對面應該會 進化你 直接攻擊我的人 好 好 那 這一回合都被他扣不少 OK 好 不用想了 先清他牆 對 不然也很麻煩 先進化一隻 那 其實 嗯 讓我想想 下一回合出兩張 然後就剩下五張 扣到十 應該是可以 弄得到對面 如果是 那 清一張 對 寶寶 OK 接著就 其實就 不怕對面打的話 可以放多一張 風之軍神 對 OK 是這樣 那我們用多點PP 都不要緊 下一回合可以直接扣她 8 如無意外 直接輸出對面 8 可以 那看她這回合怎麼做 嘩 有點麻煩 好 那 如果打我忍的話 還有希望 OK 不是打人 OK 扣一 好啦 這一回合要看情 要 要 欸 1 2 3 4 嗯 如果是這樣 不如我們再忍多一忍 對了 清一清對面 先 忍一忍手 對了 OK 看看先 看看對面怎麼做 無法進行攻擊 OK 扣一血 那我們就不要留手了 兩張暴躍龍少女 直接扣氣牌 OK 是 氣四張 直接扣對面8 好 好 好 對面都打得不錯 令到我也挺辛苦 但氣牌就是這樣玩 如果對著速攻 就要做個變速快一點 夠就立刻氣了 對啦 不要等了 對面跟你慢慢招慢 這個卡組是越慢越好 越慢你的機會率就越大 對面玩主教基本上 就很有優勢 對啦 那氣牌的卡組就來到這裡 那 其實有些卡都可以換的 例如 那隻 那隻 那隻3PP的騎龍少女 那隻3PP的 其實我覺得就沒什麼大作用 但是 因為他要做龍之鬥器 所以一定要抽到龍之鬥器 所以一定要放相對低的 低的PP卡 所以才要放那張 那當然可以換的 對啦 並不是說這個卡組就真的不可以完全換的 這個卡組其實變化也挺大的 可以換很多東西下去的 那今天來到這裡先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短片 大家喜歡記得按個讚 又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又或者是想討論的地方 歡迎你在 Youtube的留言那裡 對呀 留言給我 我們大家可以做一個討論 今天就這麼多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